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視頻,我是仙迪 大陸昨天向台灣空域派出軍機56架次 再創單日新高,連續四日計更高達145架次 美國白宮國務院以及國防部分別表態 強調對台承諾不變 美方將持續協助台灣,維持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 最令三母大叔雅面素地的是 美國國務院前日發表聲明 說十分關切北京對台灣私家的軍事壓力 呼籲北京停止對台施壓和脅迫 那頭解放軍就派50多架戰機飛去台灣 擺明當美國人無盜 外交部回應美方關切時 強調台灣是中國的台灣 不論到美國說三倒四 今次總算是用實際行動證明給大家看 美國被中國公然無視有什麼後著呢? 白宮發言人普薩基是這樣說的 他說美方有私底下和大陸接觸 透過外交渠道明確傳遞信息 至於透露什麼信息 又是由哪位官員負責 則一律毀莫於心 對咯,不知道會不會又好像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那樣 秘密致電解放軍高層大派定深遠 保證不會和中國開戰呢? 大家有眼見了 拜登刻意保持對台戰略模糊 死都不肯講實一旦大陸攻台 美軍會不會派兵協防? 其實租老頭雖然sleepy 但畢竟是老狐狸 打台灣牌懂得就住就住 一時放風 或考慮將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更名為台灣代表處 一時又重申 美國無意改變一個中國政策 拜老頭的如意宣判 那是一直維持兩岸鬥而不破的局面 既可以用台灣問題拖著大陸 又可以販賣戰爭恐懼 大發軍火財 來來去去 美國佬的回應其實只有一句干貨 就是美方將持續協助台灣 維持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 照這樣看 台灣軍方對美國一次性採購100套 按照魚叉導彈系統 並騙足高達866億元新台幣的預算 可能有必要加碼 美國佬會不會協防台灣呢? 答案很明顯是否定的 阿富汗有版你看 拜老頭感得很清楚 美國子弟不會幫手打別人的仗 當然啦 這個其實只是美國大兵在阿富汗苦苦經營二十年 連土八路的塔利班都打不過的借口 但既然塔利班都搞不定 怎敢單挑實力強大得多的解放軍呢? 蔡省長英文禍害最大之處 是令到島內民眾有錯誤幻想 以為只要緊抱三母大叔的操腿 就可以偏安一餘過其小確幸的日子 美國佬最擅長的是點點鈴和人打 自己就躲在幕後做冷氣軍事 除了阿富汗、蔡省長 也可以參考一下烏克蘭的經驗 該國充當美國反俄爛投訴 很為不為餘力 但當要求加入北約時 就被美國佬以拖自決灑走 事關霸佬頭深知 烏克蘭加入北約是普京大帝的紅線 一旦觸碰 美俄兩大國很有可能要攤牌 難怪連棄子總統澤連斯基都心笨 說不再相信西方任何承諾 台灣的情況比烏克蘭更加不堪 烏克蘭很大都是個主權國家 台灣的所謂邦交國近年買少見少 現在只剩15個這麼大把 之前台灣對大陸態度好些 都還說可以用中華台北名義 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世界衛生大會等國際組織 現在蔡英文主動放棄九二共識這個通關物語 結果將台灣搞成國際孤兒 最近兩岸先後申請加入跨太平洋 夥伴全面及進步協定 美國佬被問到怎樣看待台灣申請加入的時候 又是答到無靈兩可 說雖然美國不是成員 但相信台灣作為世貿一位負責任成員的紀錄 以及台灣對民主價值觀的堅決擁護 將被列為考慮之列 是咯 那即是幫還是不幫呢 唯有套用特老頭的口頭禪 Let's see what happens 咯 不管怎樣說都好 台灣和對岸搞軍備競賽 更加是臭棋之中的臭棋 誰人都知道當年蘇聯就是被美國佬用軍備競賽拖垮 美蘇實力差距大些 還是大陸、台灣實力差距大些 相信不用先提我多說 中國什麼時候收回台灣 沒有人說得來 但有兩件事可以肯定 第一 大陸即使不用武力 都有大把方法懲治台獨分子 正如有學者指 除了外交封鎖 美國還可以考慮經濟制裁 包括列出台獨個人與企業的名單 如果美國台獨挑釁一次 就將名單拿出來 針對部分人物、企業私家制裁 禁止入境到中國大陸和港澳 不欠再向美國佬對付伊朗偷埋絲 搞二級制裁 凡同台獨分子做生意的企業一律連坐 至於第二件可以肯定的事 就是台灣跟錯美國那個大佬 注定沒有口吃 最近美國商務部 以提高晶片供應鏈透明度為藉口 要求三星、台積電交出庫存量、訂單 以至銷售紀錄等機密數據 就知道美國佬不單止搞華為一類敵國公司 連所謂盟友都不放過 而最令人嘆為觀止的是 美國佬的小弟原來在骨質密度方面 都有369等之分 南韓政府出面幫業界和美國講數的同時 台灣經濟部官員 竟然反過來和美國說行 說有關要求是自願性質 還斥責外界政治操作 決概成這樣 他仍是中國人都恥與為伍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大家是覺得like 表錯啊 定時發生呢 投票告訴我們 多謝收看